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就请我们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美利坚合共国 特命全权大使崔天太先生 谢谢大家 最近的何会长 梁理事长 夏会长 各位侨胞 各位乡亲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给了我这么顺心的欢迎 刚才有些话我实在是不敢当 但是非常感谢何会长 已经吸收我参加了若干的同僵会 其实我们中华儿女本来就是一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所有的同僵会我们都可以参加 正如刚才何会长介绍的 我4月15号向阿宝马共同提交了博书 17号在大使馆 举办了高人的招待会 因为这些都是规定动作 那么今天是在大使馆之外 参加的第一次大型活动 我觉得这第一次大型活动就应该是跟我们的乔包们在一起 到了一个新的地方 感谢大家在周末 还来了这么多人 安排了这么好的一个场面 当然刚才何会长一开始也讲到了 昨天在我们四川的亚安发生了气急地震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 为民心协力攻坚恨难 为民族分忧 为同胞担当 我是今天下午刚从波士根回来 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因为去波士根发生了这个马拉松比赛时候的爆炸事件 非常不幸的 在造成很多美国人伤亡的同时 也造成了我们两位留学生一死一伤 所以昨天我们赶过去 因为是要探望一下我们的小学 受伤的那位留学生 但好在他的现在康复情况比较好 医院学校也比较照顾 应该说我看到他的情况 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好得多 他已经可以坐起来 已经可以下去走路了 他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好 他的母亲也来了 另外一位死难的学生 于令子 他的父母是昨天差不多是半夜到的了 十一点四十分到 所以我和我们陈灿灿一起到机场去接了他们的父母 和他其他家人 让我非常感动的是 这位李律师同学的父亲一下飞机 因为我第一个上去接他 跟他接到我儿子 他给我深深地聚了一会儿 就说明我们的老百姓是非常善良非常清楚的 我们大使馆总领事馆做这些事情 反而是我们职责所在 也是处于同胞之间这种有爱之情 但是他已经这么信任我们 所以这个要激励我们 更加努力地把我们工作做好 我们大使馆和祝宁纽约的总领事馆已经安排了专人 留在波士顿协助他们家人和学校之间 来妥善处理李律师同学的后事 当然在这个事情上 应该说中美两国的人民之散的意思 因为在发生事件以后 在还没有得知有中国人伤亡的这个情况下 习近平主席就给奥巴马总统发了问问 然后在特殊有中国学生伤亡的情况下 美国国务员的高官 纷纷打电话到我们大使馆 表示为我 同学表示愿意提供一切需要的帮助 包括给这些学生的家人 马上发生事件 提供各种类似的问题 大家可能注意到奥巴马总统 昨天在嫌犯被捕以后的讲话上 关门也提到了李律师同学的理想 当然我们还在波士顿的期间 就听到了亚安发生疫症 这两个事情应该说 都是很不幸的事情 这两个事情也说明 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 在我们民族振兴的过程当中 总是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 我们不可能轻轻松松的 顺顺顺大当地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的人梦 不可能轻轻松松顺顺大当地 成为一个世界强者 我们过去已经遇到了 无数的艰难先键 闯过了无数的关键 这两个只不过是最新的理由 今后还会有能够遇见的 无法遇见的各种困难 挑战还会出现 我们的民族 我们的国家 就在克服这些困难 在这些挑战的过程当中 来实现我们的复兴 好在我们现在 我们的目标已经确立了 我们的方向已经明确了 我们的道路也做了正确的选择 大家都一定注意到 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 要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这个中国梦 也一定注意到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上 提出来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就是到2021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到20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 要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 建大法强迫 所以我们的道路已经明确了 我们的方向已经明确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来顺利地实现我们的目标 战胜了多少分呢 全民族做了多大的牺牲和奋斗 其中也包括我们在海外的历代的侨胞 老乔新乔 或者学生变成了新乔 新乔就变成了老乔 就是新一代的新乔上来 正是因为这么一代一代人的接力 一代一代人的新火相传 我们才指的今天这样的成绩 这是我们所有的中华儿女 都应该为之自豪 但是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 俗话说 行百里者半九十 你走一百里走到九十里才走一半 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走到九十里 我们前面可能还有更坚强的路程要走 但是只要我们中华女团结一起 齐心来奋斗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这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当然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梦 要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我们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 我们从来不认为 中国的发展 中华民族的复兴 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种零和的关系 我们坚持和平发展 我们最终一种合作共赢的局面 而且通过我们自己的和平发展 要为世界的和平和繁荣 做出我们更多的贡献 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外交方针 我们的外交路线 我们还将始终遵循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要执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 那么在外交上 显然我们最应该做好的就是中美关系 各位在美国长期生活工作 应该知道美国这个国家的情况 中美关系如果稳定了 我们的外交大局 总体上就稳定 我们的外交大局总体上稳定 我们的外交大局总体上稳定 我们国家的占助记忆器 就有很大的保障 我们就有更大的 可能更多的条件 来实现我们的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所以中美关系一直是我们高度关注 大量投入的一个对外关系 应该说过去几年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了这样一个 健康我们发展的市场 我们在胡锦涛主席 跟奥巴马总统 在奥巴马第一个任期内 十二次见面 我算了一下 美国跟他的门国之间好像也没有见到 美国跟他的邻居大概也没见到 但双方建立了 差不多九十个各种对话和磋商的机器 其中比较重要的大家都知道 战略与经济对话 人文交流的高层磋商等等 这些对话级别很高 参与的范围很广 他的成果也很务实 所以这两国关系起了非常重要的稳定器的作用 另外两国的务实合作也在发展 去年中美的双边贸易 几乎达到了五千亿年 超过了欧盟二十六个国家跟中国的贸易 两国的相产投资也在增加 尽管我们中国企业到美国来所知 现在还时不时会遇到一些政治上的障碍 一些人为的障碍 但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 那就要增加了 因为这是两国的符合两国的理 人缘交往 也有大量的分享 我们在座的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都是在人缘交往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人缘交往的有故之神 还有在其他一些领域 包括能源 环境 气候变化 疾病防控 打击恐怖主义 打击炮钩犯罪等等等等 双方做了非常务实的合作 在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上 不管是朝鲜半岛 还是伊朗核问题 还是阿富汗的问题 中东问题 中美之间都在加深沟通 加强协调 尽量寻找利益的会合者 所以总的来说 中美关系保持得上一个 健康冷静的气候 而且据我初前的了解 当然各位在美国应该比我了解的 更加全面更加深入 美国社会上对于中国的看法 中国人在美国心目当中的形象 也在发生一些 可能是细微的 但是会影响非常深远的会合 这当然从政府上来说 是因为我们国家发展 我们国家强大 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 我们自己争气 但是确实 在中美关系当中 会带来的这个积极的影响 我相信这个积极影响 是用长期的趋势 它还会继续下去 有些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 进一步发展 当然中美关系从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从来也不是一个亲爱意识 就能处理好的关系 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很大 但是国情非常的不一样 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 社会制度等等等等 有很多不同 所以很自然在很多问题上 两国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两国在一定时间段里 要谋取的利益也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从长远来说 从大目标来说 可以找到共同利益会会者 但从近期来说 从具体问题来说 可能是各有侧重 甚至是差距相当大 所以中美之间 肯定会有曲折 有反复 会有些风波 但是保持两国关系总体的稳定 是两国的共同需要 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也是中美两国对国际社会 共同承担的一种责任 所以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中美关系 用我们习主席的话来说 就让它的正能量 要始终大于负能量 合作面要始终大于 这个双方的 有分歧的这一面 有任何波动 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里 这样就能保持中美方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 根据我跟美方的接触 我认为美国方面 他也有这样的范围 比方说那天15号下午 我到白宫去向奥巴马总统 正式递交合书 因为我们很早就 白宫就来车里把我们接回去 我们还在路上说 奥巴马总统已经知道 多次正发生爆炸事件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我到了白宫以后 奥巴马总统还是非常认真的 非常友好的跟我进行了谈话 表达了他在第二个一期 要继续跟中方一起 来推动两国合作 国家关系的建设 要一起来探讨 怎么建立一种 进行到大陆关系 我觉得这也就反映了 美国政府 美国的主流社会 对于保持中美关系健康 我们的发展 他还是有这样的愿望 也是有这样的诚意 当然今后 我们双方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要看我们在面对 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真正从相互尊重 互利供应的 合作国家关系上出发 能不能真正从 建立一种 新型的大陆关系 这样一个告知出发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 我相信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是可以处理好 有什么分析 也都是可以沟通的 中美两国 一定能把这关系 进入这样的前进 这当然 首先是我们的大使馆 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但是 要完成好这项任务 也离不开我们在座的各位 侨胞 各位相信 各位朋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支持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 应该说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华侨 首先对于美国这个社会发展的今天 你们做出了重大的 不可磨灭的贡献 你们在美国的成功 实际上也帮助了美国整个社会的成功 帮助了美国这个国家的成功 美国人也喜欢讲 American success story 这里面有你们的success 如果没有你们的成功 他的成功就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们非常为你们带着其他成功感到自豪 我们中国人不比任何人差 同时 你们对中美关系之间的发展 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最早 基辛格访化以后 尼克松访化有两个社 联络处开始 我就知道 我们当时联络处 我们来的外交官 真正是两眼一模黑 因为中美之间隔绝了22年 从他们的衣食住行 就交到了我们乔法的关系 一直到现在 我们大使馆 我们在美国的五个中美使馆 各方众的工作 都得到了我们桥界的 大力的支持和关注 凡是我们有重大事情的时候 凡是我们使命馆 遇到困难的时候 凡是我们面临的 繁重的工作任务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能得到的 支持和帮助 总是我们的桥界的 各位朋友 各位乡亲 各位同胞 所以我要借此机会 向大家表现中心的感谢 同时这么多年来 桥界对中国国内的建设 改革开放 也做出了不可谋灭的功夫 根据国内有关部门统计 从改革开放一开始 其最早进入 中国的外来的资金也好 技术也好 贸易也好 主要是来自海外的发展 发展 后来才是 不管是白皮肤黑皮肤 外国人来的 到现在 我们海外华人的这个作用 还是一种自助性的作用 所以国家是有今天的发展 各位虽然 有的在这个时间长 有的在这个时间短 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不在 国内 直接参与国内的这个建设 但是你们都为国内的发展 做出了你们的贡献 我们也要向你们表示 从高的进度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各位 人在海外 新细国家的成立 这么多年了 不管我们是跟台独势力的作争 还是最近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都离不开我们海外小姐的 积极的参与 大力的支持 国家的和平统一 是我们所有中国人 所有中华人 共同的事业 共同的愿望 也要靠我们共同的努力来实行 在这其中 我们海外的小姐 始终是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今后也一定会继续发挥 独特的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大使馆 我们几个总领事馆 我们在美国的首要任务之一 就是要为我们僑胞们提供好优质的服务 要真正把 以人为本 外交为命的理念 变成我们的实际行动 落实到我们做的每一件工作当中去 所以我也想在这里 向各位 侨胞 各位朋友 各位乡亲们 做一个保证 不管大家有什么需要 不管大家在美国的生活也好 工作也好 碰到需要我们司令馆出力的事情 请大家一定把我们大使馆 把我们几个总领馆 当作你们的家 我们就是你们的家人 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 我们一定会全心全意地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 也希望大家指导和监督我们的工作 如果我们有做的不够好的地方 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既然是一家人 希望大家直接咬当地给我们进出来 谢谢 至于我本人 其实本来是微不足道 我刚才下回家 做了那么多年纪的介绍 其实我跟在座的好 好多桥界的朋友 可能是有类似的经历 刚才梁理事长 我们在地下聊 也当过知青 在美国也上过几天学 就土岔队 羊岔队都插着了 其实我们这些人的命运 跟国家民主命运是同步的 所以我们也只有 把自己的命运 跟国家民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们自己才有权利 现在国家和人民信任 把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交给了我 我唯有 竭尽我的权利 竭尽我的一切力量 能够把它做好 要给国家 给民主 给大家 交易份 合格的打击 这个呢 要靠我今后几年的行动来证明 也希望大家 今后几年 继续能够帮助我 知道我 和监督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